在捷运投钱庄站通车之后 民众的通勤真的是非常的便利 不过也因为没有真摄人行地下道 民众必须穿越车流十分庞大的湿原路 生命也造成了非常的危险 针对这个部分黄林应援表示将会争取改善 捷运投钱庄站自通车以来 民众通勤变得相当便利 但出口设置处地点却引起不少民怨 新庄中正路与新庄路口既庙街一带 还是人口密集区 不仅没有设置出口和人行地下道 民众进出捷运还必须冒险穿越车流量 庞大的湿原路十分危险 老街如果从通勤庄下车以后 如何穿过通道然后到新庄老街 可以看看新庄老街游览新庄老街 我想这是最重要的工程 目前最重要的工程 但是因为现在还需要再做沟通的阶段 捷运投钱庄站增设新庄庙街 人行地下道一室 至今尚未拍板定案 交通局回应目前还需要时间沟通协调 在定案之后会再开地方说明会 向民众说明后续推动情形 在未来如果透过联合开发 他们可以得到什么 他们市民可以享受到什么 我想这才是最重要的关键 那当然我们希望我们捷运处 交通局的捷运处他要去规划出来 他要去计算出来 看怎么样来能够共构 可以达到大家都赢的目标 我想这个联合开发才会成功 议员表示希望未来地下道能打通出口直通廟街 不仅行人进出捷运站 不必冒险穿越车水马龙的私园路 还能对新庄庙街各项发展有极大的帮助 永佳的记者新庄采访报道